在非洲卢昂达 一瓶老干妈26 一包抽纸10块 怎么就这么贵 李律你好 新年快乐 好久不见 新年快乐 我回国已要一年了 非常想念非洲朋友 快要到中国春节了 安排了一场您送礼 请他们逛中国超市 挑选一些新年礼物 今天全场龙公子买单 中国抽纸在卢旺达 真的是好贵 有大多数人一天赚不到一包抽纸 可能就有朋友会发现一个商机 在中国批发抽纸 一包的进价可能也就几毛钱 或者一块钱 运到卢旺达就可以翻十倍 这不就要发财致富了吗 其实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中国商品出口到非洲卢旺达 售价昂贵是有原因的 各项成本非常高 进口税增值税等非洲总和 大概是50% 运费及仓储店铺租金也十分高昂 也就人类成本十分便宜 另外像处置这种商品 在当地并不是必需品 销量很少 无法博利多销 也就只能卖的贵一些了 天下的生意都难做 即使是在非洲卢旺达 住院在国外的中国人 安全健康发财致富 喊对什么非洲问题感兴趣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 我会挑有意义的来做视频